好的各位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這一台呢 是松林的ZV-E10 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今天風非常的大喔各位 你們可以看到 外面的一些 我在拍特斯拉那個影片的時候 影片連結會放在這個地方 發生了一點小插曲 你們在看我拍那些影片的時候 你們可能或多或少知道 但是我這台相機在當時掛了 所以我後面很多片段 其實都是用iPhone在補畫面 就是你們可能會想說 奇怪怎麼你可能拍東西不是用相機嗎 怎麼會常看到一些反射啊 或是什麼的地方出來是iPhone的畫面 因為在那個時候我的相機就掛掉了 相機真的是一個不便宜的東西 然後是一個很大的坑 我目前主力拍攝的機種也只有它 我們頻道不會停更 因為我們之前有稍微庫存一些影片起來 所以這陣子原則上都還可以持續的在輸出一些影片 那這台相機呢 就是 可能差不多先跟他說拜拜了 因為在那個當下 它那一陣風吹來之後 那個雨是直接用倒下來 所以一次性的相機跟提升器壞掉了 給你們看 就是 這個鏡頭 它其實整個已經歪掉了 我不知道你們從這個 畫面看不看得出來 那這台相機呢我先稍微說一下 我覺得這台相機蠻適合 像我現在剛開始在做YouTube的一些人 來做使用 我盡可能的想要保持一點比較開心的心情在拍影片 但是最近真的蠻多像 它這樣的事情 所以說 可能需要你們的一些鼓勵 你們如果有看到我在認真做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幫我留言個加油啊什麼之類的 我會蠻開心的 要繼續加油喔 這台相機呢 我應該把它收藏起來 因為這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拍片嘛總是會遇到一些 出乎預料之外的事情 我們再努力的去把 第二台它買回來 因為 我講坦白我覺得它蠻好用的啦 我有點想入手 Canon的一些相機 但是我個人對Sony的 體系比較熟 我對Sony的整個操作經驗 也比較熟 所以說 即便它已經損壞了 我還是會想要把它 保留起來吧 因為 這確實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啦 我先在這邊做一個Mark 就是 我可能兩年後三年後會來看我這支影片 然後我來 稍微在那個時候再來講一下 一些心得分享好了 畢竟 到那個時候我YouTube應該也做個兩三年三四年了 所以應該也會蠻有心得的啦 這台相機 暫時先 觀想它 不是因為不好用 是因為它 壞了 那你們如果 知道說 就是還有什麼推薦的新手相機 就是 比較好入手大概在 2萬到4萬這個 區間價格的話 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區推薦給我 好不好 我最近想 拍一些 旅遊相關的影片 所以說 如果你們有知道說 哪一個鏡頭會比較適合拍這樣類型的影片的話 可以 一樣在底下留言區告訴我 這個相機可能會先給我放到一個櫃子裡面去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下次出去拍影片要小心一點 好的 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記得要打開小鈴鐺才可以看到最新的通知 然後持續追蹤我們 Peace